西蒙在世毛月周一席补选中打败仗 沙巴人民希望党主席 纳都斯里拉金奥金分析 除了物一合作 西蒙候选人太年轻 以及没有尽早兑现竞选承诺之外 主要的败选原因还包括 政府的禁烟决策太极端 影响小市民的生活 西蒙丢失世毛月周一席全程热议 沙巴人民希望党主席 纳都斯里拉金奥金 今天在亚币召开记者会表示 西蒙补选的其中一项败笔 是执政9个月以来 只给予年轻民众100令吉的一码援助金 相比国阵时期少了350令吉 因此他希望政府能够重新研究竞选宣言 而另一项致命伤 就是政府突然实施禁烟令 让民众无从适应 他补充 西蒙盟党之间的协调工作 还需要加强 在行动党和公正党的助攻下 土团党反而没那么积极拉选票 因此他呼吁西蒙领袖 把这次的败选当成借禁 应对即将来临的燕斗周一席补选 至于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今早在槟城出席活动后表示 博选成绩已经反映了民意 因此行动党会欣然接受 但他会等这桥 国阵到底如何向世毛月选民兑现承诺 估计者出席活动 估计者出席活动 面对西蒙的第一次周一席补选手 土团党青年团团长赛沙迪则表示 西蒙不会互相指责或怪罪任何地方 无论如何 政府应该继续服务人民并感尽缺点 以便赢得人民的心